参考消息榜10月3日报道港媒陈,中国正在研发一种带着强大气光气的卫星用于版前站,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利用它来准确定位,还念下500米深的目标。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0月1日报道称,这是中国不断扩大的深海监测计划最新的组成部分。 除了地内潜艇外,大多数潜艇在水下不到500米的深度活动,它还可用于收集全球海洋的数据。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在其网站上称,关蓝号海洋科学卫星项目于今年5月在该实验室正式启动。 旨在加强中国的全球海洋监测活动,该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致力于卫星的总体设计。 但是其关键部件正由全国20多个研究机构和高等专校共同研发。 参与该项目的研究人员宋小全,一表示,如果成功,这一技术将使海洋的上层水体变得近乎透明。 证明科研人员说,几乎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本个多世纪以来,海军研究人员一直在尝试,使用激光雷达技术来探测潜艇。 从理论上讲,当激光树遇到潜艇时,一些脉冲会反弹回来,然后被传感器接收,并通过计算机分析,确定目标的位置,速度和三维形状。 但在现实中,激光雷达技术会受到激光设备攻略限制以及云、物、水的浑浊度甚至是鱼和鲸鱼等海洋动物的影响。 除此之外,激光树在不同水体间传播,是会发生片鞋和反射,从而使得精确计算变得更具挑战性。 根据公开情报,美国和苏联进行的这类实验,最大探测深度不到100米。 今年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资助的研究项目加大了探测深度, 代表研设了一种安装在侦察机上的装置,可以在200米深度左右可靠地探测到像水林那么小的目标。 报道称,中国的新装置能够产生不同颜色或频率的高功率激光树脉冲,使敏感接收器能够获取来自不同深度水体的更多信息。 这些激光树可以扫描宽达100公里的区域,或者集中在一个仅一公里宽的地方。 它将与安装在卫星上的微波雷达一期使用,以更好的识别目标。 虽然雷达波不能穿透水体,但它能够以极高的精度测量水面移动,因此当移动的潜艇产生少的水面扰动时, 雷达可以构置卫星,应该往哪里头设计光树?参与该项目的另一名研究人员张平璐,一表示, 这种卫星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对温月层海面以下100到200米左右内目标的有效探测, 尽管它拒绝详细说明卫星的反潜战中的作用,但温月层对潜艇的重要性令人尽皆知, 温月层可以反射主动声纳和其他升学信号。 这一位置潜艇有可能在温月层避开水深设备的探测,但却逃不过激光树的眼睛。 宋小泉说,工蓝号团队的目标是利用所有特用的穿杆方法,来实现尽可能深的探测针度。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